一人下雨桥的爸爸 卷入了吸金案当中 而且这家公司 吸金高达了30亿元 这家叫做富南斯的国际投资公司 他都在做什么呢 他怎么样去诈骗大家呢 其实这家公司都是在做 私募基金 对冲基金 还有投资的美国股票 甚至是一些数字货币 他会告诉你说 真的很好赚 你一定要把钱拿出来投资 不然你会吃亏 因为每一个月 可以获利超过20% 20%很高 还跟你讲说 我们原本 这个一进来 入门就是要300万元台币 但现在因为是有优惠 所以你只要1万块钱 美金就好 相当于30万台币 你成本只要拿出原价的十分之一 而且获利可以超过20% 他甚至告诉你说 月入30万 在我们这个 等于说投资集团里面 算是低收入户 所以你可以赚更多 而且里面我们有7万个会员 每个月都是016%以上的 生活过得很舒服 当然这个时候 要你拿30万出来 你一定还是有点怕怕的 他为了要取信于你 他提了两大条件跟你说 他跟你讲说 你有没有听过 F1赛车 有听过吧 在F1赛车上面 放的就是这家 富南斯国际投资公司的logo 这下子你要相信了吧 F1赛车不会骗人 还有他会跟你讲说 在当时有一个新加坡 当时这个国际会议 开了一个开幕大会 在开幕大会 如果我们请一些小咖的歌手 你可能会觉得说 好像是假的 请到谁 亚洲天后阿妹张慧妹到现场去演唱 阿妹来现身唱歌了 你觉得会是假的吗 所以很多人就这样子 于是就听信了 钱就默默慢慢的都拿出来了 刚开始他告诉你 是私募基金 是对筹基金 是一些股票 但是我跟你讲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子 因为他对外怎么说呢 他去跟公平交易委员会怎么做申报的 他说其实我们没有在做这些私募基金啦 我们都是在卖一些金融课程 教大家如何理财 而且会费啊 课程费啊 什么样全部包的一清二楚 但是实际上就是做的不一样嘛 挂羊头卖狗肉啊 于是这样子就已经违反了银行法了 而且这样的一个课程哦 这样的一个等于说直销的投资方式呢 其实不止在台湾哦 包括很多国家 这六个国家呢 全部他都在做这样的事 于是这六个国家的金管单位 全部对这家富南斯投资公司呢 发出了警告 其中刚刚有说到了 夏宇桥艺人他的爸爸呢 就是其中这个集团的高级干部成员之一 而这个投资公司当年成立的时候 其实资本额才200万元左右哦 前前后后吸引了2000人来投资 全部都被骗了 其中有一个人真的很惨 吸金高达了3亿元 他被吸了3亿元啊 现在整起案件已经超过了30亿元了 而其中这个高级干部 夏宇桥的爸爸 其实夏宇桥在演艺圈当中表现很亮眼啊 还有一次是他的爸妈手艺非常好 在上节目的时候呢 去分享了美食 也因为分享美食之后 在网络上有名了 开始卖水饺 但是负面消息又出来了 传出说呢 很多的客户资料全部都外泄了 好多网购者接到了诈骗集团的电话 而如今夏爸爸呢 争议也很多 有一次去卖凶宅 结果被判刑一年 现在又卷进了吸金案 遭到生涯 欢迎夏宇桥 夏宇桥生日 爸妈特别来到节目现场 端着蛋糕给个大惊喜 不难看出这家人的甜蜜互动 但夏宇桥爸爸争议不断 卖凶宅却不告知买方 净赚160万 法院依诈欺取材 将他判刑一年 还要赔被害人140万 夏宇桥过去受访时 曾经透露自己的爸爸 原本经营代书事务所 家境富裕 小学五年级 还常常去美国 纽西兰等地旅游 后来夏爸爸招人骗钱 让夏宇桥十几岁 进入演艺圈 开始帮忙清偿债务 还有房贷跟车贷 其实夏宇桥的父母厨艺很好 还在网路上开饺子店 有独门肉馅跟薄皮辣椒等口味 夏宇桥当自家产品代言人 但生意好到一度被诈骗集团盯上 2010年有诈骗集团 打着夏爸水饺的名义 骗客人汇款 这回夏爸又卷入了 吸金案被深压 夏宇桥演艺事业旺 家务事却是一言难尽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在网路上面知名的老字号 麻辣干面 这家大王麻辣干面 标榜的是地狱级的辣度 所以很多的网红 YouTuber都争相 进到里面来挑战 据说这吃一根面 你的嘴唇就会整个肿起来 如果你能够把一碗麻辣干面 给吃光光 500元你就不用付 就赚到500块钱了 就是这家很有名的麻辣干面店 如今闹分家了 闹分家的是 爸爸跟儿子 结果你知道吗 这个父子之间的交锋 比这个麻辣干面 还要辛辣 那么当初 其实创始人是这个爸爸 叫做江文雄啊 其实最原本最原本 他是自己开了一间麻辣的干面店 但是后来收起来了 之后呢 儿子跟女儿就想说 那不然这样子好了 我们就各开一家干面店 然后各自去经营 当儿子女儿各开一家店的时候呢 这个爸爸就跑去帮女儿的忙了 帮着女儿一起经营 结果呢 父女俩经营之后呢 女儿突然说他想嫁人 结果就把店给关了 关店之后这个爸爸又跑回到儿子这边 说要来帮儿子经营 这下子纠纷就来了 因为儿子说啊 这个爸爸呢 他主动要来帮忙 结果帮着帮着呢 竟然呢 跟儿子要了一笔钱 结果要了钱之后 人就离开了 离开就算了哦 结果过没多久呢 这个爸爸竟然跑到中南部去 然后跟几个大股东 合伙又开了三家的麻辣干面店 然后他儿子说 他完全都不知道竟然有其他的大王麻辣干面店 后来呢 其中有一家干面店 在中南部有一家就突然间很快速的 一开幕之后呢 迅速的就倒闭就关起来了 儿子就指控说 你看看就是这个爸爸 跟很多的股东 疑似就是呢 要去吸其他小股东的钱 就是恶意倒闭的意思啦 那么接下来呢 爸爸这边怎么说呢 爸爸说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啊 他要反驳 他说明明我去帮儿子 就是因为辅佐他经营啊 结果是被儿子赶走的哦 而且他还说哦 他去帮儿子经营的过程当中啊 儿子自己呢 跑到菲律宾去 根本就无心经营 还有一次爸爸说啊 有一次呢就查到了 查到儿子这家店里面 竟然雇用了一些外籍劳工哦 结果一查之后呢 儿子竟然说法是说 哎我们的这个起家店的负责人哦 是爸爸 所以呢有罪啊 有任何状况你都去找爸爸好了 他觉得好像要把爸爸推出来顶碎 如今这两家干面店已经完全的撕破脸 完全大翻脸 而且起了内讧了 还互相在网路上呛瞎说 自己的才是正统店 而如今爸爸甚至还拿出了注册证明 扬言要对儿子提告 大碗麻辣面号称成功率只有4.5% 掀起饕客争相挑战 如今却因商标注册爆出家庭纠纷 号称是救护车最常来的面店 平日中午用餐时段 人潮也络绎不绝 但如今却惊爆加变 也让老字号面店浮上一层灰 熟练咬起辣椒 倒进锅中熬煮 第一代创办人江文雄 在1992年就在台北开设店面 迅速窜红 但因老板娘癌症病逝 关店收场 没想到儿子10年前也在附近 用同个名字让面店重新开张 请来夫妻一起帮忙 两人却因为金钱问题 闹得不欢而散 他把招牌换了没有用 过一阵子我告他就把那招牌拿掉了 注册我是20年前就住了 以后要全省都要开了 他在紧张了 父子拆家后 江文雄在台中另开店面 但儿子不给面子 竟然在网路呛瞎 大王麻辣只有一家就在台北 绝无分店 还指控老爸曾骚扰过女客人 其的江文雄也贴出注册证明 指控儿子的店并非正版 更回呛他为了钱 柳青不认 让纷争越演越烈 就还有在开别家 可是我不知道是在台中跟台北的在吵架 就好像老板还有老板儿子起冲突这样子 反正吃的东西和产权没有关系 陶克丽婷但实际致电儿子却不愿回应 看来父子间恐怕很难在一起打拼事业 东森财经新闻需要主流播从台北采访报道 今天的中美贸易带您去看看到底 这川普心机是不是真的很重呢 如今我们下了一个标题 说川普这个人就是人钱 手牵手 但是背后给你下毒手 因为现在和谈曙光 好像又蒙上了一层乌影 先来看到了他们其实中美双方 现在最新消息是都同意 要分阶段去取消加征的关税 而且双方在几周之内 就会签署第一阶段的协议了 目前外界都在看 这一次的协议当中 会注明取消的关税金额 很可能就是要去取消12月15号 当时所定下来的156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 这是目前外界去预期的 当然大陆方面也有发表谈话 高峰商务部的发言人他就说了 贸易战当时为什么会发生 就是关税嘛 所以应该从关税这边来做结束 但是这个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曙光咯 为什么说有乌云呢 因为里面有两大变数 造成了乌云满天飞 第一大变数是美国的部分 美国的白宫顾问他说了 如果川普真的去取消了关税 那么就会失去了你谈判的筹码 这对你川普连任之路不利呀 如果你的关税持续在的话呢 这对保护美国的企业等等 但你现在取消了 对于美国的企业 美国的内部人员来说 其实不OK的 不好的 不利的 所以对美国的连任之路 恐怕有影响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 这个川普经常说话 反复无常 情绪一来 明天推特又发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 包括举个例子好了 6月29号当时在一个G20的川习会上 川普说我们愿意和谈 感觉上释出了很大很大的善意 结果才隔一个月的时间哦 7月30号川普突然大翻脸 他说我们要加税 因此川普的反复无常 也是这个乌云的一片 另外第二个变数是呢 就在这中美和谈之际啊 美国竟然又在打压大陆的半导体发展 因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设备的供应商 是一个荷兰的厂商叫做ASMO 他们家所做的这个极紫外光订单 原本在今年的年初呢 就要招货给大陆了 但是呢 突然间又跟大陆讲说呢 你们哦 已经改了 你们继续等通知 等到我叫你可以来拿的时候呢 才会继续给你 目的就是呢 美国不要让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厂 顺利的拿到设备 他要去切断大陆的半导体之路 如今这场中美的贸易战 主战场转到了科技战上了 就在中美之间 两个人在互相角力的时候呢 双方都在拉拢朋友啊 大陆现在拉拢的是美国的好朋友 希望把好朋友全部拉来自己身边 就连美国的比尔盖茨 现在也跑去挺华为了 来看看 大陆现在呢 包括了官方跟民间 现在要各个急迫 然后去拉拢美国的好朋友哦 习近平 有中国大陆有巴西有俄罗斯有印度有南非 也是通通拉为自己的好朋友 另外民间怎么做呢 华为砸下了300亿元 要去拉拢的是欧洲的APP开发制造商 他们花了10亿美金哦 要鼓励在欧洲的开发商去研发东西 然后还吸引欧洲的APP开发商 去用华为的手机系统 为什么要用华为的手机系统呢 因为这些APP的开发商一旦你去上架 不管你上载Android系统 还是你上载IOS系统 全部都要给庞大的上架费用 但是如果你上载华为系统的话 他除了会给欧洲这些开发商专业的支援之外 他还给你很多价格的折扣帮你打折 所以包括了技术支援 包括了价格通通都给你优惠 刚刚说到了比尔盖茨 美国人跑去挺华为 比尔盖茨在一场记者会上他说了 他发表这样的谈话 他说如果美国政府 你在很狭隘的认为说 只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东西 都是不好的 哇那你就太疯狂了 感觉上隐隐约约是在跟白宫 是在跟美国政府喊话 说到了很多的美国企业 要跟大陆去厂商做合作 好像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就在昨天一大早 美国有检调单位 突然去搜查了美国的科技公司 阿文图拉在纽约的总部 因为检调怀疑 他们涉嫌进口大陆的监控跟安全设备 然后再将制造地点改成美国制造 转售给美国军事跟其他的政府单位 而现在美国的纽约警方估计 涉嫌卖假货超过13年 获利上亿美金 位于纽约这家名叫阿文图拉科技公司 7号早上突然遭检调单位突袭搜查 因为阿文图拉科技涉嫌进口 大陆制造的监控和安全设备 却伪装成美国生产制造 再出售给美国军方 政府单位或美国私人企业 联邦检察官大动作以涉嫌卖假货 将现任员工和离职员工 供欺人起诉 阿文图拉和大陆供应商 涉嫌联手篡改大陆制造的监控产品标签 包括电路板上的标示和部分软体辨识码 再将这些设备从纽约甘乃迪国际机场进口 因为系统设备出现网路安全漏洞 让检调单位起疑心 于是大肆调查 结果竟发现阿文图拉涉嫌卖假货 已经13年 超过1000件精密电子设备 估计从政府合约赚进超过2000万美元 连同其他私人企业的8800万元 获利上亿美元 但检察官也表示 目前还无法证明 阿文图拉的犯刑幕后和大陆政府有关 因为涉嫌国家安全 美国祭出华为禁令 没想到这次居然是美国人自己出卖国家 行径非常嚣张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 的 tabii 对 这个地方是非常有的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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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有一种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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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